那我問一下 呂國華會不會很後悔 他停掉童婉傑 他這次都在說童婉傑 我覺得呂國華這樣做是很笨的 要是我就覺得 我既然藍宇傑是我手邊創立 而且他當時停掉童婉傑 已經有很多爭議 我就乾脆說 我絕對保證未來四年 藍宇傑一定會辦得比童婉傑更精彩 結果他現在說我要恢復童婉傑 那很多人會愣住了你知道嗎 這絕對是敗比 自己打自己一巴掌 過去童婉傑是你停 然後大家那時候記得 宜蘭憲民還公投連署說要求恢復童婉傑 他還公投審議委員會還把他否決 其實我覺得宜蘭 我認為這次宜蘭是 民進黨是相對樂觀 為什麼 上次不要忘了 上次宜蘭在選的時候 是因為陳定蘭 大家說陳定蘭你都可以去選總統了 還回來跟人家選縣長 所以當時在宜蘭縣的民進黨 上一屆是不團結的 也就是有的人去後面 有的新人他覺得說 陳定蘭如果再回來當八年 我們就沒有機會 所以當時大家服選 其實沒有那麼積極 所以那個時候民進黨是不團結 可是這一次 我覺得這一次不太一樣 然後另外大家看一下上一次 陳定蘭是拿11萬2853票 呂國華是拿12萬1463票 其實兩個人大概差1萬多票這樣 1萬多票其實這個東西非常的近 那我要強調的是 第一個當時有一個背景 就是我剛剛講的 上一屆的宜蘭不團結 第二個是 上一次在選縣市長的時候 民進黨的中央執政成績很爛 然後當時什麼貪腐什麼莫名其妙 案子全部出來 氣氛不一樣 但是現在剛好顛倒 現在是馬鞭九的聲望很低 然後再加上宜蘭 呂國華自己宣證沒有搞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 宜蘭這一次不無可能變點 不過我覺得 呂國華當然以執政有一些爭議 有時候我認為這個事情其實非戰之罪 為什麼 非戰之罪的原因 我認為上次國民黨會縣市長大贏 跟陳水扁當時的弊案 其實還有很大的關係 是整個總統 總統抓下去 2005年底 你感覺說好的人他也賣掉 我們說一下 那時候代表民進黨算帥 所以那一年民進黨說都躺著選 國民黨 民進黨已經趴下來了 有時候 沒有站起來的必要 在更早的時候 民進黨有時候有些人是躺著選 你記得立委到八十幾歲 OK 那麼縣市長也有十幾歲的時候 你還記不記得 最好的時候 好 最好的時候 那這個所謂的陳水扁 被打成所謂的貪腐政權之後 老實說那時候最壞 三合一也大輸 立委也大輸 總統也大輸 所以如果說 李國華 老實講我覺得整個大環境 我認為是不好的 就是說普遍上八十的感覺 生活不比較好 如果說候選人 這種非戰之罪的話 那就是沒有什麼問題 反正就是大環境不好 我再怎麼努力也是 你聽我講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為什麼說這一次的選前 可能會有意外 這是我的猜測 為什麼 澎湖博弈公投 老實說 我也真的會過你知道嗎 不會 我也真的會過 但是背了沒過 第二就是什麼 劉建國 老實講我沒有想到 贏成這樣 健保費力 你快 蛤 今天是怎麼樣 痛載藍營 劉建國狂勝 狂我還打一個勾 狂勝 那幫國民黨浮選 他這麼用力 我現在是這樣講 就是說劉建國那一場 老實講我也很意外 為什麼我很意外 那表示我猜不準 那我猜不準是不是什麼 因為我們都在台北 從台北再看 看台灣或看中南部 那我現在學習的就是說 我不是說我們要謙卑 而不是這樣 我是說我們學習 你不要只是從台北看中南部 那我覺得我體會到的 另外一個觀點就是說 因為政黨會輪替的 OK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執政的人 不要有那種思維 認為那是別人創辦的節 我幹嘛 我要做他的工菜 不對 所以你應該繼續 這個如果是在地的人 喜歡的東西 你應該繼續延續 因為他不願延續就是說 這是民進黨的時代的 管制黨做出來 我另外開創一個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你挑戰了在地人的感情 其實我覺得美人姐講到重點 因為那個時候會停 就是因為他覺得那一套人馬 是過去民進黨的人馬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不管現在縣市長是怎麼的輪替 如果是屬於在地的一個文化 已經培養那麼多年了資產 你真的沒有必要把它全盤推倒 你再建立一個新的藍雨節 你再把藍雨節打響 你要不要20年 你何苦呢 你延續下來 你會有一個歷史50年的童晚節 你怎麼說節日辦50年 那就是文化的一部分 對不對 那個文化是這樣累積的 沒有必要換政黨之後 你就全盤推翻前任的 按照呂科羅的說法是說 這個童晚節 已經開始慢慢的再往下走 然後人潮各方面好像不如那麼多 OK 沒關係 沒關係 對 這是你呂國華的說法 你的說法 既然你覺得說這個童晚節已經不好了 已經慢慢的往下走的時候 你可能另外要另起爐灶也沒有關係 但問題就是在說 剛才博文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你覺得他已經不好了 或是覺得他已經往下走了 可是在別人這種壓 對你質疑的壓力之下 你怎麼會挺不住呢 忽然又說那我要回復童晚節 你之前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耳光了嗎 所以這一點讓我跟你講 他這個話一講出來以後 國民黨內部那些浮選的人 都覺得在搖頭 怎麼會這樣 因為為什麼 因為吳敦毅都已經站台 都聽你在講話 說你這個童晚節 是因為整個狀況已經不好了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然後令旗再重新再另外一邊 連吳敦毅都已經站在台上 都已經在聽你在講話 以前講得這麼滿了 你忽然又說自己要恢復辦 我想請問你這個選舉怎麼行 你叫我們不要為台北來看 鑽台灣 那我們剛剛提到傅崑崎 其實傅崑崎有說實在 我雖然華臉途身 我根本不認識他 因為我們後來台北 你離鄉太久了 對 所以我的意思說 我們不是針對狗人 李國華跟我們一起玩笑 傅崑崎 各個候選人 比如說跟我們有什麼互動或什麼的 我是不曉得各位前輩 我說都他有憾 我們也沒有跟李國華玩曲 我們是覺得說 他這次因為停了童晚節 在選戰裡面 被對手一直拿這個來打 我想他應該 我覺得李國華一定會很 覺得怎麼會這個事情變成是一個 問題就是你又不講清楚 然後你自己又反覆的話 那真的就很麻煩 你講是一個縣 然後縣在縣 像翁金豬之前是縣長 連任也沒贏 輸給卓博員 就去做立委 副分區立委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用美恩節剛那個邏輯 政黨會輪替 我們站在人民的立場 百姓的立場 其實沒這麼重要 你剛才不是常常說 那個時候 阿兵的 是不是政黨輪替了 國民黨中央政府嘛 你看他四文七三嘛 對 這樣有更好 沒有啊 你覺得有更好嗎 就沒有 問一下 沒有 我把他講完 那沒有嘛 那你現在說好 那現在民進黨 現在十二月有辦法投票了 不用民進黨 譬如說不管是中五十六十 不管啦 會更好嗎 就政黨他們會輸贏嘛 剛剛這個維漢獎密碼 什麼一一二四 什麼一三一三 那是政黨的輸贏 沒有沒有 有差 哪裡有差 你告訴我 沒有 這有差 當然是有差 不然就不用 大家不用拚 有差 沒有差 沒有差 哪裡有差 你要說清楚 沒有我隨便舉個例 統安節就不會收掉 你說的是統安節 國際華僧名校華僧帥就不會收掉 再來 所以這個就是驕傲感的問題 光榮感的問題 你講這個我也不反對 我說對民眾來說 第二天我也是要 抓到哪裡去上班 還是有差 不然你說有的管理長 譬如說有的 不是啦 你沒有這樣子的話 常 你說的這關活動 你隔天是不會有差的 對不對 可是如果民眾放任說 爛的我們也繼續讓他當選的話 那就會 我們不會更好 但是可能會更爛 其實是這個意思在裡面 其實有兩個候選人 一號是大巴勒 二號是小巴勒 選出來都是巴勒 巴勒好吃 派車差很多 現在有那個牛靈巴勒 你這樣多頂多好吃就好 我換一號 一號是大鮮 二號是小鮮 你真好玩 我本來就是鮮一個 比較不冷的水夠而已 我沒有要說 亂問說這個又大了 又頂多不可能 不會說選到農家或是鮮 不然你是鼓勒 大家不要去打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的民眾 我們像說 其實國不理查中 很多地方都是兩個候選人 其實都不是那個 其實我知道 我知道會員的意思是很無奈 覺得換台東 一樣 一樣的意思 對啊 我覺得他有差 就是你要讓 做不好的政黨一個教訓 民進黨做不好 讓我留待嘛 現在國民黨你看 如果做不好 做不好 如果繼續做 我覺得會很麻煩 競爭激烈 那個政治人物壓力是很大 我是要這樣講 大家看今天的這個 我這次沒聽到 你會拿健保出來幹嘛 健保費率 民村長 那5.13% 我說楊智良 他如果不是那種忠貞的國民黨員 不然就是這個綠營的暗裝 民進黨蠻浮的 這個時候還在說這個 這個也是自打嘴巴 所以我說 為什麼他會這樣 因為他很可惜說 國民黨現在一黨圖大 我們現在 我說要長就要長 所以我覺得做不好 真的啊 你哪一個政黨說不好就換一換 對人民來講說沒有什麼 違憾這邊有很多數據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根據徐姓良說法 他說歷年來 民進黨在宜蘭的經驗 因為當地范綠選民 比較不願意表態 他說只要民調跟對手不相上下 後來勝選的機率就會相當高 你說民進黨對不對 對 這次我的評估應該是民進黨 對 宜蘭喔 如果說過去20年來 同案解釋 他們的驕傲 那個不只是內心層面 實質層面 到了暑假的時候 真的是很多人去那裡玩 就是要看這個 經濟效益就沒有了 呂國華他做的藍雨節 到底帶來多少經濟效益 總統有趣 後來還去那邊 幫他跑那個國道有沒有 雪山隧道封起來去跑路 但問題是 那天是禮拜六 你把路封起來以後 觀光客沒有要來 反而造成的這些商家 其實是抱怨的 你是在做什麼 鄭修熙進廣告 對嗎 對嗎 你在裡面吃嗎 對 那好 我覺得應該有 我都不怪 你自己的好